再來看一下,怎麼樣產生二維的串列 有點像剛剛看到這個DATA的架構 首先當然,二維串列通常不會一次做完 一次做完有點太複雜了 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一階段先產生一個裡面的串列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再會複習一下 前面的那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你要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就用append的方法 他就把它放進去了 有沒有,還記得吧 也是一樣啦,你可以再 如果你還要再把串列放在串列的話 那就是再加一個串列,空的來放就OK了 所以這裡可能會需要產生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呢,先產生一維的 一個串列再產生二維的 就是把一維的放到二維的串列裡面去 所以這裡有點比較麻煩一點 常常講到這個部分,同學都會比較容易打結 但沒辦法 因為未來的資料一定都是類似像這樣 試算表裡面的資料不是有籃有列 那一定會是二維的 不可能說一維的正列 沒關係,我們可以 主意來看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拿剛剛的程式來稍微修改一下 那首先我們要怎麼改 可以把它先 類似變成這樣 那所以喔 如果我要把它剛剛的資料 那現在這邊看到是姓名 五個欄位都有 那我們剛剛的資料只有姓名跟手機 所以把姓名跟手機 豆點放在一個 這個串列裡面的話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步先把它切回來 然後呢,我把剛剛的這個 串件 因為我們不需要用Write 所以就是這個S等於S加這個 其實把它改回來改成Print 所以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把它還原成這種狀態 好,那你可以看到 Print之後的話 它目前就是姓名豆點手機的一個文字輸出 那如果我不要文字輸出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第一步喔 我可以把上面這個S等於空的 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個我們把它改成List3好了 List3等於一個空的串列 也就是說我先再建一個 剛剛是前面有List1嘛 然後再來List2嘛 因為我的習慣反正就是 在下一層的串列就叫List3嘛 在下一層就List4嘛 這樣好處就是說命名也蠻簡單的 而且好像有一個步驟感 OK 那你說老師那個名稱我可以改 沒關係 你自己改成你習慣的命名方法都OK 好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個串列放進去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呢 特別最關鍵的就是 用List3它有一個方法 把資料放進去 叫什麼呢 叫Append 所以喔 空字串 配合Append 有一個 然後呢就可以把資料放進去 那資料怎麼放進去呢 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List2跟List3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記得喔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有兩個資料 不要 不是用那個喔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我Append的進來的話 那就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姓名 一個是手期 那最後的話呢 我這邊print 我乾脆不要在這邊 我在上一層print 所以back一下 那最後的話 我假設把回圈跑完之後 最後幫我把這個List3 直接幫我print出來看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 我放進去的是不是 第一層的串列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所以喔 我剛剛又增加了一個 這個List3 然後 不過它兩個 兩個 兩個這個Append 1跟4 我放 手機先放進去喔 先姓名先放進去 那如果手機要接著繼續放的話 那後面的話我可以再append append的話呢 我就是再把那個 姓名手機放進去 好 那這樣的話我先做這個吧 一個是姓名一個手機 然後最後把 結果呢 再print出來看一下 那 記得print不要放在裡面這一層喔 因為裡面這一層它是一邊放一邊print 然後我們最後再一次print 所以按一下那個 shift加tape 讓它跳到 前面這一切 等於是最後 寫入之後呢 我再把它print來看一下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 嗯?這後面好像有一個 把那個 把那個List3間建立之後 然後分別把那個List1跟List2放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目前的話就是 一個一個把資料放到那個List3裡面 那問題來就是 List3放進去之後 它變成說 它一整個全部都放在 它變成說 姓名手機 然後第一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也通通都 怎麼樣 放到那個後面去了 就變成 如果你假設 這樣子串 你會把print的結果喔 它會變成 全部都放在一圍串列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二圍串列的話 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上面再加一個List4 那這個List4的話 就是 我底下的話 就是把什麼List3 上面這兩個 放到它裡面去 就是把姓名跟手機 先把它先放到List4裡面去 那不過記得 後面可能還要再加一個敘述 因為我只要姓名跟手機放進去之後 那可是問題後面的話 我可能還在放什麼 它的姓名 它實際姓名跟它的手機 再放進去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List3裡面已經有東西的話 那會變成 這前面的東西 也會跟著放到List4裡面 所以喔 我底下會加一個敘述 就是把List3這個串列裡面的資料 先把它清空好了 清空的話 就是把一個中國阿虎 就是把姓名跟手機裡面的資料 先把它清空了 然後再接著放這兩個 放到那個List4裡面 反正這樣子喔 讓它一直跑完之後的話 最後呢 可以看到的結果就是List4 所以把List4裡面的結果 把它Print出來看看 所以理論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我看一下 執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喔 如果你得到的結果是長這樣 有沒有 姓名 手機 然後呢 它是 跟那個什麼 跟剛剛我們那個Data 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狀態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好 好 那 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再做那個存檔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如果要存檔的話 就是把底下 剛剛我們那個ChartGPT給我們的這幾行程式 如果你暫時先不想知道說它寫了什麼 哪些東西 你其實是直接可以拿來套用的 套用的方法 因為我們現在假設已經產生了這個二維串列之後 那其實底下齁 就可以把剛剛的那個程式碼 直接把這個程式碼複製 然後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底下就可以了 好 Ctrl V 貼上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需要注意的 因為 這裡面的話會是要引用那個什麼 引用那個 所以上面的這一行一定要加上去 From OpenPyExcel Import這個Workbook 這一行的話呢 可能要把它複製一下 一樣要貼到這個最上方 也就一定要引用什麼 引用 OpenPyExcel OK 然後呢 我們後面應該都 最後可能改一下Data 因為我們這邊用List4 所以要不就是說 你把上面這個List4改成Data算 如果你不想改下面的話 如果你貼上就OK的話 那我把List4 乾脆直接改成Data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這個Print 我看一樣把它改Data OK 那如果你懶得改上面好像改四個 下面改一個 好像改下面比較快 OK 沒關係啦 反正到底是一樣的 知道這個過程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直接Run一下 那它一樣啦 底下的程式碼 反正不外乎就建一個工作部的物件 然後呢 指向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剛剛這些資料有沒有 分別把它放到哪裡呢 Append 所以你會把append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的意思 然後呢 最後存檔 好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再Run一下 應該這樣OK了吧 看一下 沒有問題 沒錯 然後再把這個 根木木底下有個叫Rance的Excel檔 打開來看一下 結果就完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做什麼啦 OK 其實這一題最難的就是那個 二維的那個串列 當然二維串列 如果你有別的更簡單的方法 其他方法也沒關係 反正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一定要長得像 剛剛看到這個Data的架構 如果可以是這樣的架構 的一個二維串列 就可以直接把它寫到Excel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二維串列沒問題 後面的Excel應該也就相對的沒問題了 OK 好 試試看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碼 我有把它放在圓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在 雲端的第十一頁地方 就這個 我把它mark好了 這個不會有更改的地方 應該是這個 其實主要就是加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是Lis3 一個串列是Lis4 Lis3